国内疫情也是起伏不定 疾管署公布上周新增了232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虽然比前一周是略微下降 可是死亡的病例数高达了30次例 是创下近5周的新高 其中高达9成9以上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就怕明年1月中下旬 可能迎来新一步的高峰 疾管署也提醒了 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者要尽早来施打疫苗 咳咳咳不停赶紧来看诊 秋冬呼吸到传染病盛行 其中国内疫情上下波动 上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更达到近5周新高 新冠病毒的并发症的个案上话 上周是新增232例的病例 7成8的个案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9成9以上的都没有接种过SBB的疫苗 近期疫情风险起伏不定 上周新增232例本土病例 虽然造成一周略障 但死亡在盆生 上周新增34例 创下近5周新高 就怕明年1月中下旬 可能迎来新一波高峰 二十几岁的住在北部的男性 今年是没有接种过疫苗 咳嗽然后有痰跟发烧 就医后的五天 那因为这个呼吸 这个感染这个新冠肺炎造成 呼吸衰竭而不幸的过失 担心新冠疫情可能在冬季再升官 加上接近年末 民众频繁叹新后旅游 机关手提醒施打新冠XBB疫苗 推估可降低感染后重症及死亡风险 分别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六十一 新冠的部分我们上周 总共接种了四点三四万人 就是从十二月五号到十二月十一号 有比前一周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左右 是累计接种六十四点九万人次 机关手设景死亡个案中 大多以没打XBB疫苗的长者为主 尤其六十五岁以上得进走施打 获得保护力 对外最近天气变化大 类流感疫情也出现病毒转换 从A流感渐渐转换成 以B流感为主的趋势 不排除春节期间流行 千万不能掉以清新 至终不懂